另外這也是一個痛苦的問題 現在中國網路上面 傳出這一張整個台灣 什麼地方有基地 什麼基地當中有多少 所謂的空中的武器 地上的武器 甚至水底下的武器 都寫了125 台灣人這樣你說 跟事實符合95% 真的95 其實的確是相當的接近 但是說真的 我個人覺得這樣圖 其實沒有什麼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台灣 是一個資訊公開的社會 所以你對於就是說 在各種報章雜誌上面 所做的一些報導 如果你長時間做這種所謂 我現在用一個很流行的話 叫大數據的收集與分析 就整個噴搜起來了 基本上你就可以噴搜出來 這沒有問題的 這一點都不難 甚至我跟你講 這個還不夠看 還不夠細 還不夠看 我之前還曾經看過 就是英文的一個網站 它那個網站細到什麼程度 它基本上來講 把我們索爾 連防空飛彈陣地都列出來 而且防空飛彈陣地列出來之後 它的索爾包括像雷達的這樣範圍 它就畫一個圈 兩個圈 三個圈 多大之類的 對 多大 戰術怎麼進行都有 我都告訴你 對 你說這些東西會危害到國家安全嗎 我可以說真的 如果今天我們的對手 不知道這些事情 他們的情報部門講白一點 白混了 也是 也就是說但是我們說 這個東西也不足為據 為什麼呢 因為你說你今天有部隊 事實 你這個部隊在哪裡也是事實 但是你今天打仗的時候 或是我們講到 對跟海海當面情勢 開始緊張的時候 這些部隊還會完全留在限定嗎 都會隨便動 對 一定會進入 它所謂的戰術位置 或是說到機動 到各地進行佈防 所以就是說這個駐地 你任何一個軍隊 其實在財政或是行政上的管理 他一定要有個駐地 但實際上他的部隊 像譬如說你今天講 你現在看到這邊 機部269旅 你說他今天所有人 全部都在269旅這個駐地嗎 也沒有 他其實一定有相當部隊 在外面進行野外訓練或等等 所以也不可能所有的人 同時間都在這些基地裡面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這個東西它當然資料性來說是有的 那對於這些軍事迷 研究這個軍事 什麼有興趣來講也是有的 那對於瞭解台灣這個 軍力的這個現況 也是有幫助 但你說如果真正打仗就是這樣 那對不起 那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